骑车违规没戴安全帽 被远景抓个正着 当场要男子靠边停 先是扯到去买板条 接着被问到有没有喝酒 他无奈坦诚 真的有喝 事发在高雄骑山美农地区 原来男子听到女朋友说 晚上想来一份热乎乎的美农板条 想到Q软有嚼劲的面条煮熟 再淋上红葱酥跟猪油的香滑口感 男子二话不说 骑车出门 结果先是因为没戴安全帽被拦 然后酒厕纸又超标 男子说他早上十点开始喝酒 喝到下午一点 晚上七点才出门 以为酒精已经退了 喝完酒六个小时 酒测值却还有0.52 自以为酒醒了 又因为懒得戴安全帽 侥幸心态仍然被逮个阵着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